老师答案都一样 你干嘛这样写那么无聊 38 不是哦 这是正确的做法 这样知道吗 要蝴蝶飞过去了 好来这样我们看下一题 -13二次方 哇这一题 就好像同学要服奥会写错了 不是诅咒你 因为这一题真的很容易 同学服奥会算错 第三题的计算题 有阳光晒到也 他也要晒到 等一下我要搬家换位置 是不是很亮对不对 这快晒到我了 我不想晒黑 人看得也变少了 哦好吧 今天是礼拜六嘛 天气这么好应该去走一走 那我们这一次呢 很成功的把这个教室搬到户外 所以这边是户外的情况 这后面没有布景 真的是户外 因为我一直很想 把那个教室搬到外面想好久 所以我才会把我自己的教室 布置成 有种野外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 就真的把教室搬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户外上课 这黑板用力差会倒了 你看我姿势很丑 因为这一碰就倒了 他会倒下去了 所以要压着 风大也不能上课了 黑板会被吹跑了 我觉得天后不是很好的样子 我很怕下雨 虽然离我那个露营的位置没有很远 可是搬过去也要时间 东西还不少 所以看能不能撑到我下课 后面还有一些 等下下雨就跑不掉了 所以各位被妈妈留下来看直播的 辛苦你了 再忍耐一下就结束了 很快 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尝试在户外上课 我这感觉蛮好的 我蛮喜欢的 下次我尽量多拍一些好了 只要可以到户外来 我就把教室搬出来 来帮各位上一些课程 感受一下那个 换个教室真的氛围都不一样 心情会变好 因为天后不佳 怕等下上上下雨 来不及收起来了 所以我们就今天上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上课会在教室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这边真的是户外 我带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是老师上课的一个 位置 这是我们的露营区 然后旁边 这边是摄影机 这边是西边 然后再来洗手台 好 那我们今天是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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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